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贏者 亂入的LCO 路過的Alex 大家好 我是星史 我們今天邀請到官方的WX協辦機構 Hello 歡迎 跟我們做一個訪問的 Axiu Waisel Subaru 我沒讀錯了這次 讀了這麼多次的讀錯 我這次終於都沒讀錯了 我平時都叫WX卡就算了 恭喜你 今天我們講的就是以ACG做主體的一個卡片遊戲 就是這個WX卡 首先想問一下星史 其實以我所知 日本官方其實就沒有在香港主動去做一個比賽的機構 其實你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念頭 會成立這類型去跟日本那邊一起做一個比賽的東西 其實這個可能要再解釋一點點 其實當初就是09年年初 那時候是第一次C3 其實日本那邊是有主動過來找香港的店舖做合作的 那時候其實都已經找到一間店舖做合作的了 那時候都開始有搞活動 在一間店舖裡面 我們就看到其實我們這邊就有些玩家覺得可以再搞得好一些 又或者搞得熱鬧一些 所以我們這邊就嘗試看看可不可以跟日本那邊的武士道公司 拿到一個聯絡 看看可不可以我們都幫武士道公司自己搞活動 那時候初商完之後就OK了 所以那時候就拿到日本那邊的物資支持 或者他們的承認 那時候就開始幫忙做推廣活動 但他們的承認其實會不會是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條件 好像說其實每年要辦多少次比賽 之而處理那些東西 其實條件就完全沒有的 那其實都因為我們這個其實就 我們本身就不是商業 我們亦都不是店舖 那又沒有做過一些什麼所謂的社團登記 那些其實完全是 其實只是一班玩家來 就是可以這樣想 那所以其實日本那邊其實都有說過 我們這種是一種都相當特別的 一種團體的形式的存在 那所以其實沒有說特別規限我們說有什麼要求的 那就只不過我們這邊自己當然都會有壓力 那就是難得別人肯都肯支援我們 那就是因為始終我們不是店舖 那講個順子的 那就我們這邊都會有很多壓力 那所以就每次都會盡量做好一點的意思 因為其實我見你們平時都很多 說一些活動的比賽那些 就是會推廣VS的活動 所以其實開頭以為是說 會不會是官方都希望你們這些 都想做多這些類型的活動 因為其實本身你說好像有物資提供的 始終都可能會有一個限度在 其實你們怎樣去調配的呢 其實這些活動就是日本那邊給的物資其實就是有限的 因為都是跟它本身的手質去做那個調配的 所以其實壓外可能另外有一些需求 其實我們這邊都可能是需要自己去謀求一些賺助 又或者可能要我們玩家 一些雙數的玩家 又或者甚至是我們自己自己暗出來的 不過香港這邊其實就剛剛也提過 其實在這邊其實是有代理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關係會是 我們會是跟代理那邊拿贊助 就是拿物資 這樣就跟著再去搞活動 事後再也會再給予一個報告 給予日本和香港代理那邊 就是這樣 說起協派組的不得不提 就一定要講比賽那邊那方面的東西 其實我看到很多比賽方面 其實WX比賽的賽制方面 其實是怎樣的呢 其實如果你說是 香港這邊官方承認官方做的比賽 其實現在主要都是採用瑞士制 小至普通的店舖那些比賽 又或者大到去到一連一度的全國大賽 都是用瑞士制的 其實瑞士制的好處就是 因為WX的賽制本身 遊戲的特性 幸運的比重是比較高 所以可能都是為了想平衡 就是等大家 不會說如果這個單淘汰 你一局就回不了身 那瑞士制就可以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瑞士制是否即分 即分 五盤三制還是什麼 三盤三制 可能要輕輕解釋 其實瑞士制簡單來說 即是所有玩家 都要打足一定數目的次數比賽 那他們就不會再跟之前的玩家打過 那就跟著計算即分 那譬如說可能二十四人 二十四人 可能會打四至五輪 即簡單來說 在二十四人的規模 每一個玩家 需要和四個有一隻 和五個不同的玩家 對戰一次 那之後呢 全部計一次他們的積分 這樣 平常如果這樣計算 通常都已經是 打完整個比賽 都需要一個下午的時間 以我們在座幾位 都有玩卡遊戲的經驗 其實小至一場卡遊戲 可能五至十分鐘會完 但大致可能 拉鋸戰 甚至可能會去到二十幾三十分鐘 都可能都未必分到勝負 甚至出現和局的情況出現 其實楊溫瑞士制 每一次比賽都要花費整日時間 我想應該每場比賽 會有個時間限制 嗯 覺得沒錯 那其實 通常店舖 我們叫官方比賽 那其實 一般來說都是二十五分鐘 做這個時間上限 那你要計算 可能前前後後的玩家 要去看成績 要去再準備下一輪賽事 那你計算起來 如果你說店舖仔比賽 那就需要 一個下午就不到 可能你預算三個多鐘 那就完成 但如果你說打全國大賽 那就要比較長時間 因為全國大賽 即是香港區這邊 如果你說計算 今年剛剛完結的位例 那今年的人數真的都比較多 有二百人 所以是打出一整天 二百人 但都只選四五個打的 每位玩家 不是 因為今年人多 如果你只採取純瑞士制 就真的要打很久 其實對玩家負擔真的很大 所以就會變成混合 先用瑞士制 就找職分最高的那八個人出來 接著那八個人再打一單圖鞋 這樣的話 對於大部分玩家來說 你都沒有希望盡身上前面 就可以早些解放他們出來 因為很辛苦 解放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印象中 上次就是打了七輪 七輪賽 但就一天完成所有賽事 一天就完成了那天的比賽 也不會分日子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 你們的增長是否都很驚人 其實我們 若摸一算 我們2009年的9月 開始做第一次的官方活動 那我們的密度 大概兩至三個月一次 以前是密一點的 現在就會疏了一點 我們這邊呢 就搞了十幾次 那些人數都是慢慢 由一開始四、五十個 開始升到百多個 百幾個 最高峰就差不多二百個 那如果你說權威一些 即是代理那邊搞的全國大賽 在2009年呢 就三十二人 一零年就六十四人 剛剛那年就二百人 嘩都相信得很厲害 真的 真的 嘩下年 下年豈不是容易中多 可能真的要分兩天的賽事 剛才阿星馳這樣說 其實在比賽方面 剛才都說 因為比賽玩家越來越多 聽起來就好像大家都不想 把比賽的時間拉得太長 就會不停去改這個比賽制度 因為其實本身你說 好像剛才那樣說 WX本身可能運氣成份 都會有一定的比重在裡面 其實說如果打太少比賽的話 其實這麼多玩家 其實那個運氣成份 真的可能會高了很多 會不會說 講到影響了公平性 譬如說 那個實力本來很強 但因為 一時這樣 一時這樣 好像說 卡片界的 black jaw的事情 都比較容易發生 其實都會 所以 每種卡的瑞士制 其實都是極力希望 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但如果人數多了 反而說 把瑞士制的公平性 減低了一點 而 令到那個 隨機數多了 會不會怕 其實影響了一些 大家所知實力比較強的 一些職業玩家呢 這方面 其實代理的做法 會是 其實全國大賽 在做決賽 即那一天 是一次過做完 在決賽之前 他會先做一些 預賽 在預賽裡面 就會 抽成績最好的 一名 又或者兩名 會做總之選手 他們會在決賽那一天 就會有 我們稱為不戰勝 因為 譬如說 瑞士制 你要打七輪 那你 要跟七個人打 他們 可能獲得優待 會有 第一場 自動 贏 或者兩場 自動贏 對 不需要打 對於他們來說 只需要打六場 打五場 先用預賽的方式 將這些 有潛質 高質素的玩家 先預先抽取出來 就做總之選手 即是給他們一個優勢 是的 事先給他們一個優勢 這樣 可能說 減低 你剛剛提到的 那種 不幸的情況 即是 基本上 你 這些總之選手 就很高機會 去入到決賽 是的 即是再入去後來 那個八強 的淘汰賽 另外 剛才說 比賽人數 越來越多 其實本身 好像大會都會 評判每一場比賽 如果人數越來越多 即是你們官方 始終人數一定 比玩家有限 其實 你們會怎樣 採取什麼方法 去做一個 即始終卡片遊戲 都會有一定 爭吊的情況出現 規矩 或者是要持平的 其實你們 在人數越來越多 這個時候 究竟怎樣去處理 這些問題呢 嗯 其實 嗯 在WAS來說 官方代理的做法 以前都會 是 用這個 起用志願者 的 往年 其實 我們會提供 由我們這邊 HCWS Team 空群移出 去幫它做 大會運作 或者是 裁判那些 但是去到今年 其實 其實我們都 察覺到 那個形勢有變 即是 人數的上升 和大會的負荷 都不成正比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 希望 代理是 會 用心自己 默色 或者自己培養一些 我們覺得 合資格的評判 或者一些優秀的 工作人員 所以今年我們都 事先 就已經通知了代理 叫他 需要自己 注意 可能需要默色 人選擇 開始要自己培訓 其實代理 都有做到 開始 他都會 有他自己 的人員 主要去處理 這些事 其實我們這邊 見到 就結果而言 其實那一場 比賽都要做順利 所以其實代理 那邊都會 給心機處理 這方面的問題 之前我都 應你們邀請到 去的 有時候 可能是 都有爭執 那一下 才會 一個評判 過去那邊 了解 比賽的情況 再作出判斷 因為那次 起碼 都有百多人以上 都很多 都見到工作人員 都要不停去 幾面走 將場面 去鎮壓 因為大家可能 都會大興奮 是的 是的 其實 我們這邊裁判 其實主要都是 一些資深的玩家 即是 最舊底的時候 已經玩WX 那些 所以無論 這個 卡校 又或者玩法 一些流程 全部都會比較熟悉 所以 都可以聲響到 做裁判的工作 但始終 這一方面 其實 以我所知 和日本那邊 其實 可能暫時 還未有一些 正式的 協調 一些磋商 其實 如果 我不看清楚 其他卡鏡是怎樣處理 但是 香港這邊 以我認知 其實暫時 未有一個 正式 官方 即日本官方 認可一個裁判制度 有一個裁判資格 這些 暫時 香港就還未有 這方面的架構 這個可能需要日後 代理那邊 我們可能 或者都會提議 他可能要盡早 準備好 甘勵應付 可能以後 再出現 玩家人數再上升 他最好 都是做這樣的 資格架構 即可能會引入一個 考 judge 那個制度 就好像magic magic 即他們的方面 就是magic 這個額外題題 就是可能 裁判方面 要考的 考試 其實你說 一些專業的比賽裁判 都有 會拿到一些裁判卡 作為紀念 即是認證他的身份 其實是會 希望這個 WX都有機會 會有 這類型的 不過始終 WX都是一些新的 遊戲 要慢慢發展 其實日本已經有了 但是現在最大的麻煩就是 如果你要做這些資格考試 到底是他要派人過來做認定 還是可能要做筆試 那些 是否要先把日文翻譯到中文呢 又或者那個考試是怎樣做呢 這邊暫時我們就沒有出一步知識 即是要再協商 因為始終 WX都是以日文為主 其實 我想 相信 如果按照這樣看 其實應該要裁判自己本身的日文水平 要有一定程度 我覺得 因為始終就是 很難說 有些解釋 可能大家 圍內 或者是 看一些上網的資料 有機會 會誤逆 如果其實你自己本身對日文 可能沒有一個比較深的了解 其實很容易會解錯規則 我也覺得會 即是可能一張卡的效果 不同人的理解會不同 嗯 可能有些字面 應該這些玩家會很清楚 很容易混淆到 究竟是你前方的角色 還是你隔離的角色等等 的地方 可能就會有些少問題 有些少爭執 看下會不會再進一步引入這個系統 在香港那方面 剛才都說到 其實都因為越來越多深玩家去玩 其實我都見之前活動裡面 好像有一些新手的教學 教他們怎樣去做Dead 其實現在是否 希望每個比賽同時 都會有這些活動去舉辦 即是等一些可能說 一些在玩中WSHF的朋友 帶一些新的朋友過來的時候 可以等他們了解到的呢 嗯 其實就以 我們昨天就剛好就已經在 中文大學那邊 搞過一次大型的綜合活動 其實那邊看回 我們那天 場內都有一定數量的人數 是去了做這個新手教學 即是 他是 什麼都不懂 剛剛買了一副新手卡組 我們一對一這樣慢慢教他 但是人數就不是說很多 因為其實就 正如剛剛主持提過 其實有一些個案 都會是朋友帶朋友進去的 其實如果你說新手教學 或者朋友 即是本身會玩那個 其實都可以擔任到這個 教導的那個角色 所以其實我們那邊的綜合活動 我們現在是會 我們會做一些 遊戲的介紹 又或者一些玩法特性 又或者一些背景 即遊戲系統的背景 即是做一些我們叫做入門的教學講座 會去做一個presentation 這樣去盡快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 給一些剛剛接觸了 W S沒多久的玩家 去盡快去熟習整個遊戲世界的運作 我們主要是 現在會集中在這方面做 最後就是比賽那裡 還想問一下 其實比賽始終很多比賽 最終都可能會去日本那邊 即是香港代表去參加日本那邊的比賽 但是那個比賽那裡 其實會不會有些玩家 以我們之前的Card Game 我都會講過一些 有些玩家 其實他們本身支付不起 一個過去日本那邊比賽的費用 其實會放棄了自己的資格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這邊看就應該不會了 因為在第一屆 即2009年的時候 本身日本是由日本路士道公司 去承擔海外地區代表的 那個來回機票和住宿 其實海外地區就不只是計算香港 那時候還有台灣 新加坡 去到今年就好像 就是印象中再增長一點 另外就是今年的比賽 除了日本那邊提供的 來回飛機和住宿 香港這邊的代理 都提供了一萬日圓的零錢 給那個玩家 可以放心地去那邊比賽 所以其實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最重要其實住宿 即有支援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記錯 好像其他的卡片很多時候都是 自費 機票 他只是提供機票 但是住宿 住宿呀 食呀 那些都客氣 即是黑派很多人 其實我們之前都提過 他們真的因而放棄自己的資格 然後就要由第二名去補償 可能第二名都不去 然後第三名都退去 不過今年的冠軍好像是北京人 我有沒有記錯 這個就 這個都比較尷尬的問題 我想可能都要解釋一下 或者一些聽眾 可能有些本身有玩WX 都有移民過 或者當時都在場 其實就 這一方面 根據我們這邊的了解 其實 香港區比賽的時候 其實嚴格來說 他沒有限定玩家的身份 這個首先要澄清一點點 但是 以我們所知 第一名的玩家 其實在北京那邊 因為今年海外地區 有中國區 他們那邊 中國區比我們這邊 完成了決賽 其實那個玩家 是那邊的第二名 之後他就 來了香港我們這邊 報名了 參加了我們這邊的比賽 當然其實這些都 運氣有一定成份 但是實力都很重要 其實都可以想像到 他本身是中國區的第二名 他實力當然有一定程度的認可性 他到最後都是打 到我們這邊都是做冠軍 即官就論過結果是怎樣 當然可能會有些玩家 會有些爭議 有些議論 但是這方面來說 我們就不會說有些什麼特別的評論 始終都是憑勢力說話 始終都是雙重各席的問題 即是你參加完中國 又不可以 參加香港 會不會救病的人 最主要是用卡的實力 去決勝負 但公平性 就會有問題 因為公平性 你中國那個 你又參加了一次 香港那個又參加了一次 就會被人救病 我覺得這個本身是日後的賽制 會不會見到是指限過身份的問題 因為老實說 如果比賽的現在不限的話 在比賽規則那裡 它是沒有錯到的 只不過是你應用到 未了解這個流動 正如我們玩卡片遊戲 只要卡片我們在理論上解得通 而官方也沒有寫 我們是以卡片為準的 這個道理我覺得應用上是相同的 其實我又覺得 沒有必要說它這麼大反響 它的身份 如果日後有機會說 我限制了 一定要香港區的人 香港的居民才可以參加 要出現身份證 那樣 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 譬如說它香港又不行 會不會去過新加坡 又參加比賽 其實有時候 如果反過來想 其他地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那些都有 台灣都有 其實香港玩家 如果他們想這樣做 都可以去那邊 只不過 反過來想 其實事情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 可能說 所謂的流動 這個可能大會 又或者 待你再搞下一年比賽 可能要提議它 可能要不要 考慮這方面的情況 它要做一些明確的規定 那就沒有流動 大家都會玩得開心一點 可能這個是一個WX 增進得這麼快 比賽的玩家 那麼多 但都不一定 其實你這件事 始終 我講笑話 始終有 很難這麼說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踏車下來香港玩 對啊 但其實除了你說 一些比賽的活動 其實你們組織那邊 會不會有 WX比賽以外 的休閒活動 其實 就是興趣 大家組合在一起 好像會做一些討論 和資源處理的活動 其實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 WX在香港引入之後 最早期的一班玩家 做底的 做基礎的 其實我們這邊平時 都會有自己去 可能 用我們其中一位成員所說 可能大家都需要一些 現實的娛樂生活 調整一下 其實我們都會有 一些相熟的玩家 舊底那些 會出去唱卡片 看電影 甚至去踏單車 但是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 不會特別說 在我們這邊 我們自己的網頁上 說 我們有一個單車團 我們不會有一個單車團 WX單車團 這樣就很奇怪 都是私下相熟 本身那些玩家 會約出去玩 然後12月的AGS 即是亞洲遊戲展裡面 那 豬鬆和 WX卡 那方面的代理公司 都會做一些活動 其實這個 首先 可能我要再澄清一點 首先 我們HKWX Team 其實就 不是 官方代理的 屬客組織 所以 也都換言之 其實我們 就不是 是他肚子裡面的那條蟲 所以 我們沒有最確實 也沒有第一手的資料 不過以我們理解 就 好像是 他們 會有某程度方面的合作 也會 那邊會有 WX資料 或者可能 我們都說 可能有產品 售賣 那些 但是詳細的情況 我們真的不清楚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 那不要緊 這個 我想可能當天的話 其實大家看遊戲 進去遊戲中 看遊戲之餘 都可以 留意一下 WX的那個單位 也有心待 我也知道 新的卡 Face 好像剛剛出了 GC 新的比較大熱的機套番組 Guiltie Crown 還有 雷實驗六四 咦 都有新卡 雷實驗六四 咦 算來很有興趣 有賣廣告嗎 嗯 但其實下一年 其實下一年 會不會說 你們組織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目標 其實在比賽方面 或者活動方面 繼續推廣 WX的計劃呢 嗯 其實呢 就 我們昨天完成了 一個活動之後 我們都收回了 一定數量的問卷 現在還很緊張 在做統計 但就目前的數據來看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目標 設定了 以來年願景 因為我們看回數據 就 看到也有一些 我們意料之內 或者意料之外 一些 我們 意見 除了意見之外 是一些 玩家的一些特質 或者整個市場的特性 我們是會 推斷出來的 其實我們來年的目標 都會將 即 將那個目標 都會放在 推廣 WX 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 新加入的一群玩家 其實 有不少 都是由 其他 即是我們推斷了出來 就是由 其他一些 卡遊戲那邊 移植過來的 即轉移過來的 即是轉移過來的 我們看回 就會看看 怎樣去 再嘗試 看看可能 再吸引多些 沒有玩過卡遊戲 即是之前沒有什麼經驗 那些其實我們會覺得 更加新鮮的血液 那方面 我們的工作 對於我們來說 更加有挑戰性 還有 我覺得 對整個卡遊戲的市場 都是更加有挑戰性 我想你所指的 即是玩過其他卡遊戲 那是否容易上手一點 這個意思 容易上手是第一 第二點 就是 其實 以我們那邊的組織目標來說 其實我們 目標是 將 玩卡遊戲的人數 的市場 去擴大 擴大 不是跟其他卡遊戲 擴大 不是搶人餅 其實就是 搶奪現有的市場 不如拓展新的市場 就是拓展方向 另外就是 剛才也說過的卡片 你們收了一些意見 其實你們會不會對象 因為本身 WX卡就好像說 是比較 就是玩家本身 自己是喜歡某一套的動畫 而去做某一些的 其實會不會 好像說 其實會看到那個趨響 都會說 很多玩家都會停留 在一些比較 舊代的卡裡面 即是在比賽裡面 可能你去 例如 糧工那些 那種類型的卡 令到整個 遊戲裡面 即是卡片的活化程度 沒有那麼高 其實這個 我們都會察覺到 而且 都 都不是 新鮮問題 都是一個舊問題 是的 因為 WX的作品 那個 平衡性 都 真的 做得不錯 所以 玩舊 時代的作品 就 未知要去到 無環手之力 而且 沒有事到 公司近來 都很喜歡 把舊作品 拿出來 再出新 因為它也是配合動畫的播放 例如 Idle Master Idle Master 1 就很久之前 但現在 大家都知道 正在播放 還在新發 它就會順勢出 Idle Master 2 它就有 新的卡片補充 舊的實力 就會提升 對於玩家來說 其實 不會 除非 因為 這個真的好看 個別玩家 他自己的興趣 始終 WX是一個 作品 限先的遊戲 絕對 而且 它的平衡性 又做得好 所以 有時候 玩家 其實 未必說 會有很多套作品 又 或者 未必會很跟得上 新的作品 但是 你都會看到它們是打比賽的 但是 它是拿著一副 很懷舊的卡 對 但至少 不會因為 好像有其他 卡遊戲的問題 就是 當新的卡用 而舊的卡的實力 就不足以 跟新卡抗拒 或者 反過來 新卡實在太廢了 用回舊卡 可能 挑戰性問題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發生 這個 相對其他卡遊戲 WX已經算做得很好 對 今天 到此 下一節 下一節 有些玩家主導 以及他們 對WX卡的看法 我們下一節回來 好